其实一直以来加拿大都是中共要渗透操纵还有干预的一个目标的国家 而我们作为一个公民团体的一个组织者 我们自然也成为他们攻击的对象 其实我从1989年移民到加拿大以来之后 因为我本身在支持中国跟香港民主运动的一个参与 我一直以来都受到不断的干预还有恐侠 因为我本身是1989年六四屠杀的一个见证者 我也公开作证人介绍了很多我自己所见的一切 而且也对中共一直以来我是采取一个非常批判性的看法的 那么我经常就是受到不同一些不明来历 就是列明的一些恐侠的电话 他们不同的地区都有 讲国语的讲广东话都有 然后他们在电话里一直在恐侠我 就是说你已经来到加拿大了 那为什么你还要不断的去那么多事 就是干预中国还有那个香港的事情 如果你继续这样子做的话 你要小心你自己的安全 其实这些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威胁 除此以外呢 我的电脑也经常出现一些那个自动的警告 我的那个内涵呢 就是说叫我要注意 有国家级的黑客想打进我的那个电脑里面 因为可能作为一个组织者 我的电脑里也藏有很多的一些比较机密的那个资讯 所以呢 就是我的电脑也经常受到这些国家级的黑客的那个攻击 但是幸亏因为我的那个保安的那个措施 我还是做得非常严密的 所以到现在为止 我还没有试过给他们攻破 然后呢 除此以外呢 每一年到了一些重要的日子 比如说六四啊 或者七一 就是香港的主权移交的日期嘛 然后呢 往往到了一些重要的日子的时候呢 有一些不明来历的那个电邮 发到我新疆里 或者是还有一些 假扮成为是香港学联 或者香港自联会发给我的一些通告 然后还有一些福建叫我打开 说是重要的文件给我看 然后呢 这些也是中共一种钓鱼的行动 他希望不打开以后呢 那么他们就可以清进我们的我的电脑里面 去手机就是其他一些机密的材料 还有呢 就是在2019年的时候呢 我曾经被邀请就到那个台北 就是香港跟那个台湾 他们共同主办 六四三十周年的一个国际的演讲会 那我是香港部分的一个演讲 就是讲者之一 然后呢 完了那个演讲会之后呢 我也被邀请回香港 就在一个反送中 国际媒体招待会呢 作为他们主要的讲者 就呼吁国际社会 特别在世界各地一些 关注香港的团结 我们必须要团结起来 要支援香港在反送中 运动当中的工作 那么结果呢 在那个参与那个机制招待会 不久之后呢 我就收到一些 有一个电邮 他假扮成为是从国内 刚刚到达那个香港的人 然后就说 急需我的帮忙 要我告诉他 我究竟当时我住在哪里 我一看我就明白 这个是国安常用的一个伎俩 所以呢 我也忽悠他们就说 我现在忙着 你可以留下你的电话 我回电给你 结果呢 我一这样子一说 他们就马上不敢再动声了 结果呢 一个星期之后 又来了另外一个电邮 又说 我现在紧急需要你帮忙 你在哪里呢 你可以告诉我吗 我现在马上来看你 好像这些呢 你看 其实我也明白 很大机会 就是国安的一些手法 可能当时呢 他想要绑结我 或者是要知道我在哪里 如果真的告诉他 我在哪里的话 也许我在香港的时候 我就会消失掉 所以呢 好像这些 生命的威胁 或者是经常的 那个干预啊 就是经常发生在 我们一些组织者的身上 但是呢 我们也是用一种 很平常心对待 我们要谨慎的来对待 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们也不会被他恐侠到 因为我就觉得 我们该做的 要守护 那个香港 中国和世界各地的 那个民主自由 人权 法治 那这些核心的价值 对于全世界来说 都是非常重要 那么我们 还是为很坚定的 站稳我们自己的岗位 继续做 我们支持 香港和中国 那个民主运动的工作 因为他们 在前线 其实他们面对的 风险和威胁更大 所以我们在加拿大 我们是一无容词 是有这个守护 他们的责任 在香港 就是无论是 大纪元的朋友也好 或者其他 就是香港公民社会 大家非常努力 在各个岗位 去守护香港 这片土地 也守护着 那个香港的 核心价值的 所有朋友们 我要对大家 说一声感谢 因为就是因为 你们的坚持 因为你们 有这种勇气 不断去 寻找真相 报道真相 而且守护 那个新闻的自由 还有那个公民 所有的政治权利 是不是令到 我们世界各地 都能够 就是通过你们的经验 去更了解到中共 它是怎么对 全世界那个民主体系 进行他们那种 渗透 操纵和干预 香港本身对我们 国际社会 就是一个教科书 香港现在面对的一切 可能将来也会在台湾 发生 同时也会在国际社会 每一个角落发生 所以 其实我们大家都应该 站在同一条战线上 互相支援 互相辅助 所以我想告诉大家 你们那种坚持 你们的工作 绝对不会是孤立的 我们永远都会 跟你们站在一起 世界也会注视着 香港所发生的一切 我们的工作